偷帶食物趴趴走是大事 糟糕 是你啊 现在来看看怎么偷带这一堆 进医院给麻吉 肯定要跳脱光架思考 这样应该可以 温暖又舒适对吧 我们的扮相也要对哦 医生规定的 不能留下指纹 该把这些零食偷运进医院了 午安 这家伙需要医治 马上 那些是医生吧 你们中午饿了没 你需要营养 认真的吗 肯定拿不到 Kevin绝不会相信 医院餐 是谁啊 是Nina 啥 我来了 哇哇哇 呃 你不说 我不说 想得美 算了 我得把东西交给Nina 我有点子了 这样他眼不见为见 你把我当笨蛋嘛 孩子 我至少试过了 等等 我只要扮相对就行了 就像在过一次万圣节 希望这东西清过了 尺寸看起来没错 医院美眉 是吧 小姐 气管快步冰了 女士 特别外送哦 我不说要气管 医生 嘿 是我 现在认出没 Kevin 这可不简单哦 但我帮你带好料来了 有朋友真好是吧 这比医院餐好太多了 喜欢巧克力吗 不要 好哦 那我们多分一点 但我爱巧克力 哦 好吃 得要记得呼叫 夏普先生 小姐 你觉得你要去哪儿啊 这里不能带食物 可是 我刚打开耶 你自以为 站在柜台后面很酷吗 口罩 有了 拿一个像这样的口罩 在里面粘热绒胶 然后粘一片布上去 拿食用胶 用刷子涂在布上面 小点点刚刚好 再粘上你最爱的糖果 粘满之后就完成了 看起来美味哦 你好 等等 你没有偷袋食物吧 什么都没看到 但你确实焦躁 嗯 看来可以 真不敢相信这有用 而且大家都不知道 我装满了花生年面 史上最棒糖果 还可以嘴开开的嚼 你好了叫我好吗 停住 我得检查那一包 正如我猜测的 禁止饮食 你懂没 你可以拿着等它好 卖了 屁孩 正规定 那就我来拿着吧 它还在看吗 它根本是昏迷不醒耶 我只要超级 超级小生 继续做梦啊 小姐 好了 我应该过关了 医生 别把注意力吸过来 太好了 谢谢 好 我需要B计划 要快 到处都是医生耶 至少那女生人不错 哇 它坏了个baby耶 有够大的 几乎跟我这包堂一样大 这个女人快要有小孩了 只是得要稍微安排一下 来吧 我的大背包 这样就行了 该来测试这肚子哦 言什么像什么 哦 怀孕后期不是开玩笑的 哦 只是一个病人 医生你好聪明啊 只是 Nina Nina 你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你肚子好大哦 呃 也 蛮好吃的 你脸颊里有东西 对 还有更多哦 宝宝可爱吧 我帮你偷过柜台 全在这儿 我不知道没这些要怎么过下去 来吃吧 讲到事前和事后的情境 好 你可以进来了 Brian 你真心要在这里吃巧克力吗 禁止饮食 小兄弟 你牙齿会感谢你的 好像就看牙还不够糟一样 对 我才刚到牙科诊所 嘿 你有食物吗 答案是没有 你走运了朋友 什么 最最天才 就是这样子 多谢啦 我 我懂你为何要来了 我是帮你忙 相信我 一星期别吃糖 Brian Kevin 换你 只剩我们啦 巧克力 还是算了 觉得自己够狡猾 可以带食物穿过医疗人员吗 在医院的食物变好之前 你可能没其他选择 跟朋友分享这段影片 传授几招超杀的偷袋食物撇步 别忘了订阅 123GO的频道 有更多报效又实用的影片